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千零四集 线索 六指 差弦 这是许清安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并为此震惊的脑海 刹那间闪过无数念头 他无法冷静思考 几秒后 他冷静下来 深吸了一口气 仔细审视柴剑员 第六根脚趾明显畸形 紧贴着小指 丑陋又难看 他摸了摸柴剑员的脸 确认没有易容 想判断一具尸体的年龄 除了最直观的容貌 还有其他方法 比如肤质 骨骼 牙齿等 中年人和年轻人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对于经验丰富的许清安来说 要判断这具尸体是谁 并不难 真的是柴剑员 他也有六根脚趾 有趣了 许清安撬开尸体的嘴 砍完牙齿后 黑了一声 柴贤有六根脚趾 柴剑员也有六根脚趾 是巧合吗 柴剑员只有柴贤一个义子 柴贤是孤儿 父辈与柴剑员没有关系 而柴剑员本身有儿有女 只有一个义子 说明他本人没有广受义子的爱好 这些本来没什么 可以理解为柴剑员和柴贤头缘 但是两人都有六只 这就很有意思了 按照柴姓儿以及柴府其他人的说法 柴剑员似乎不同意柴贤的请求 只要将柴栏嫁给黄埔家 虽然利益最大化的说法也算合理 但是把女儿嫁给义子 亲上加亲 让义子彻底死心塌地的魏柴家效力 同样也是合理的呀 把女儿嫁给义子 赖图的现象比比皆是 可是如果这个义子是私生子呢 等若柴贤是柴剑员义子的话 两人都有六根脚趾 这么明显的特征 不可能瞒住所有人 柴贤儿知道柴贤是柴剑员的私生子吗 若是知道 那么他杀凶嫁祸柴贤 可谓是一石二鸟啊 因为照剧情发展下去 柴贤最后肯定会成为柴府的继承人 成为柴家家主 就在许秦安的推理 渐入佳境之际 他忽然意识到一个不合理的bug 等等 如果柴贤是柴剑员的私生子 那柴剑员完全没有必要隐瞒 一个实力强大的华晋武夫 一家之主 有私生子怎么了 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公之于众 根本没有隐瞒的必要啊 江湖势力也不是注重 梵文入节的毫乏旺族 要考虑李怜脸蠢和名声 除非是有什么原因 让柴剑员不得不隐瞒柴贤的身世 柴贤肯定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否则不会喜欢上自己的亲妹妹 而如果知道 那么为了爱情的作案动机就不存在 因此 只要见到柴贤 问清楚他是否知道自己身世 杀害柴剑员的凶手 基本就可以判断了 他一边嘀咕着 一边取出地数碎片 亲口背面 太平刀从境内世界钻出 发出嗡嗡的鸣铲声 传达出委屈和兴奋兼具的意念 然后 他自动脱离刀桥 刀尖叮叮叮的往许清安背上撞 以此来表达热情 别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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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我了 许清安反手握住刀柄 刀尖抵住柴剑员的喉部用力的划开 柴剑员被炼成了铁尸 想要解剖 就得太平刀这样的绝世神兵 才能精准锋利的割开皮肉 他之所以解剖 是怀疑柴剑员死前中毒了 理由有两点 一 柴家没有死品 不管是柴贤 柴剑员还是柴杏尔 都是无品化金 众所周知 武夫出了名的耐操 哪怕偷袭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杀死对方 而一旦无法快速解决战斗 柴府中的高手绝对会瞬间反应过来 因此不会出现赶到输房时 发现家主被柴贤杀死这样的情况 第二 柴剑员身上伤势极多 柴剑员确实没有被顺杀 经过刚才仔细的检查 除了致命的心脏窗口 柴剑员身上的暗伤极多 这证明他死前经历了极为激烈的战斗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会造成战斗激烈 却有迅速结束的现象呢 单方面殴打 柴剑员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被单方面施暴 很快被破开了铜皮铁骨的防御 死在凶手的徒刀之下 合理的解释是柴剑员中毒了 暗红色的血肉被割开 检查完喉部 没有发现明显的中毒迹象 于是他又割开胃带 终于有了发现 柴剑员的胃带里 残留着微黑色的物质 这些物质更像是毒素和胃酸 反应之后形成 许前通过毒骨的能力做了初步解析 只解析出三种毒草的成分 时间隔得太久 再多就不行了 这三种毒草具备 致患和麻痹神经的作用 复合性毒药 相当高级啊 以这个时代的制药水平 复合性毒药基本是简单粗暴的 把几种毒药混合 这样势必会产生气味和颜色 不管以什么方式下毒 都瞒不过舞者的危机预感 和敏锐的嗅觉味觉 这毒药应该是无色无味 一般人练不出这种水平的毒药 只有两种职业可以 术士和毒蛊师 对了 柴星儿 他在李灵素体内植入了情谷 他去过南疆求情谷 再求一位能无声无息 独捣化尽五福的歧毒不难 想到这里 他不禁捏了捏眉心 能练出这种毒药 直接毒杀柴界缘 不是更干脆利落吗 何必多此一举呢 许清安是个聪明人 立刻想到了原因 当然不能毒杀 毒杀了的话 怎么证明人是柴贤杀的 这是一个局 针对柴贤的局 现在有一个快速推荐案情的办法 那就是抓住柴星儿 严刑逼供 许清安玄机打消这个念头 首先他没有忘记术 也没有佛门的戒律能力 浮屠宝塔第一层是不杀生戒律 是固化的 不杀生和不说谎显然没关系 塔灵更不会戒律法术 塔灵就是浮屠宝塔 不可能施展出浮屠宝塔没有的能力 心骨能短暂影响智慧生灵 柴星儿呢是化尽无辙 心骨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让他有问必答 其次对柴星儿动粗 圣子的态度还在其次 事后呢他肯定因此翻脸 把虚签的存在告诉佛门 这样的话 静心的重心就从除魔未到 转移到自己身上 甚至直接联络杜难金刚 如此一来 别说查案 连龙器都会被佛门夺走 尽管就在这里将就一下吧 正好借助地窖里的尸器 温养尸骨 许清安盘坐在地 背靠着墙壁 两侧的尸体静静的站立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感谢您的收听